再来看一下这一盆倒挂金钟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三盆虽然都是挂在一起 而且都是差不多时间上盆的 但只有这一盆倒挂金钟 它的变化是最大的 之前它是最小的 现在它的株形是最大的 这个长势非常非常好 可能是因为跟我给它之前埋了这个长效肥有关系 哇哇 而且现在它还开始运了花蕾咯 大家看 哇这个花蕾很漂亮哦 垂掉下来的哦 哇这个枝头上面也有 哇现在基本上是每一个枝头上面都已经孕育了花蕾 那么这个时候它对这个磷甲肥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因为运蕾的话是非常需要这个磷肥的 现在就给它追肥 因为这个长效肥它的肥效长 但是它的这个肥的话 就是说这个浓度不够 所以它要运花蕾的时候一定是要再给它追肥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花蕾才有可能每一朵都能开出又大又漂亮又鲜艳的花来 现在我就去给它调这个磷酸二氢甲 这个磷酸二氢甲主要是这个磷肥 然后就是这个甲肥 如果是喷叶的话 大概稀释600到800倍 如果是灌根的话浓度较低一点 大概要稀释2000倍 我先给它喷叶 等下再稀释一下给它灌根 把它摇匀之后就可以喷了 喷的时候 我还没给它打气 喷的时候就喷下面的这个叶子 有花类的那个地方就先不要喷到 因为这个豆瓜茎中一般都是顶上那里才会长这个花类 所以这个喷肥还是比较好喷的 OK 再稀释一下给它灌一点 稀释了一下给它灌根 OK这样就搞定了 赶快开出漂亮的花来给我看 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lv计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